吃工 干个活 你说我这活干完事了 他的钱也不给我 你多欺忧忍力 你说我要是有赵文卓的身手 他敢欠我钱 没办法 到了 不行 我还是被敲 上几回我上他家敲门 他也不够开 我明明我知道他在家 他在屋里有吃有喝 我在外边又冻又热 这回我学钱了 这吃的我都带来了 今天我在他家门口 我给他来个坐吃等死 不对 坐吃死等 哎呀 这不对呀 头两天我来踩点的时候 还浪漫漫屋呢 这两天都变成一无所有了呢 莫非贼走漏了风声 不能啊 这会儿我一直当干呢 不行了 腿不走空 我还得找找 哎呀 啥玩意这是 马英龙 是这说的 我还使不上呢 不行 我还拿着吧 万一以后我得这病留着备用吧 是不是 啊 哎呀 哎呀 哎呀我发现我听我嘻眼啊 我可不是一个笨贼呀 死地不会久留 我得赶紧撤 哎呀 黄老板 哎呀黄老板呢 哎呀哎 哎呀你赶紧把那枪缓我 我修你了 是什么呢 纠缠着我 哎 黄老板 哎 黄老板呢 你能不能看出说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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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黄老板呢 你看我还以为你是他呢 我还以为你要逮我呢 啊 不是我还以为你要讹我呢 没有没有 哎 哎 那个 那你不是黄老板 你在他家 你是谁呀 我 我 啊 我知道了 你是他家亲戚吧 哎哎哎对对对对 亲戚亲戚亲戚 那那那你那你是他什么人 哦 我是了表哥 表哥呀 哎哎哎 表哥你好 表哥 太好了 见着了 哎 表哥 那咱进入闹呗 进入闹了 好 我有事我有事 学校就算了 进来进来进来 哎呀 别开门了 那个 表哥 我算这趟来呀 已经是第八趟了 你说你 表哥你听我说话呢 啊 听着听着听着 你臭啊 臭呢 你精神急动点行吗 急动了 表哥 我告诉你啥不是吧 你说我跟你那个表弟呀 干活 干了一春到八夏 我这活给他干完了 他不给我钱 他有钱 他不是没有啊 他就欺负我呀 你知道吗 哎 你说我找那些工人 天天跟我要钱 这眼睛都过年了 你 你咋等啊你说 我妈现在还在医院 等着这笔钱 等着这笔钱 救命呢 表哥 你跟你表弟好好说着 把那钱给我要过来 行不行 哎 好 表哥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了吧 表哥 起来起来 打跪下来 快快起来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答应你 打你起来 坐坐 你看你咋 跪下来呢 谢谢表哥 刚才我听你明明白白的 你你给他干活 嗯 他没给你钱是不是 对 好 我走了 哎 表哥 你不帮我要钱吗 你赶紧坐着啊 坐着等等你表弟回来 好好好 谢谢表哥啊 表哥是多好 表哥 哎 哎 你表弟回来了 我去开门啊 嗯 哎呀 你好 我是双美其沸的 啊收美其沸啊 对 表哥 哎呀表哥 快快快快下来 好好好 我这开窗 我臭漏气 哎呀 这十八楼的不危险 我问一下 谁是户主啊 他是户主的表哥 表哥也行 他是收美其沸的 啊 收美其沸的啊 对 我是收美其沸的 好 那你收吧 哎 哎 能吗 我问你多少表哥 我今天你先别走 你先把美其沸给交一下 再走 干啥让我交我 我又不是户主啊 那你不是他表哥吗 那等他回来再交吧 等啥呀等啊 我来多少趟了 你这表弟我根本就找不着人 我容易吗 我一天跑这么多趟 你给交了吧 不是 这姑娘你说话 您得注意点 您这是堂堂 王老板的表哥 难道差你钱呢 表哥 那 你给他垫上 你给垫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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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变着垫上 没几个钱 多少钱 七百二 七百二 这咋这么贵 他个家放火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吧 你说你那表弟都半年没交了 他能不贵啊 半年了 得得一七百多 表哥 能便宜点吗 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这煤气费 哪有奖价的呀 打折呗 不能打折 打折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快点 表哥 赶紧 你给他拿 玩意儿 小弟回来就给你的 小给你 磨磨叽叽叽的 哈哈哈哈哈哈 给他 谢谢啊 谢谢啊 差二十呢 就不能摸个零啊 哈哈哈哈 大哥 你真不能摸零 我摸零 我自个儿就搭上了 你再找找表哥 你有吗 给他 我拿 我那钱没要了呢 你再找找 咋这样 马云龙 上这玩意儿呢 这二十块钱拿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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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这玩意儿 有啥用啊 我也没有这病 我不要 喂 你老公有呢 哈哈哈哈 我老公也没有 你老公公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些说话这么气人呐 我们家非得得着病啊 给你 超二十我给你记上啊 下回 开发票 不开发票 送饮料 吃饭的 给你发票 下回你及时点啊 把第二十补上 别左一趟右一趟 老样我们跑 交点费这么费劲 行吧哎呀 不是你再一说话咋这样 表哥 咋不和这一样呢啊 您的工作 不用你啊 我 你瞅我啊 我这谁当的 一天没头着 搭了七百块钱 表哥那说啥呢 我说表弟太不像话了 我给垫七百块钱 哎呀 垫子了 回来就给你 我这咋的欠你二十块钱 你没完了你 哎呀 大姐啊 刚才那个动作 是你完成的吗 是我完成的 打的是我吗 打的就是你 你看这不是好人 不是你谁呀 整个进入就打人的 还敢问我是谁 他就那王老板吧 不是他是那个 王老板那表哥 表哥 你看都不是什么好人 一路货色 不是大姐你打 干嘛说 我咋说话呀 不是这个大姐 你这也太猛了 你表哥人可好 哎表哥 你干嘛去 你这么大头 你怕他呀 那么让我失望你 我怕了吗 那你不怕你跑 我没怕我能跑吗 我能 上路去 我能 不怕咋的呀 还想再来一下的 我就跟你说 就你表弟那是什么玩意呢 玩意那我妹妹感情不说 把他借了两万块钱 当然再也不还 还想把我妹妹给甩了 有他这样的吗 我来这一看 正不熟悉的 这不就要跑吗 还你说他是人吗 表哥你听说没 你说你表弟的人 是啥人呢 那是啊 我告诉你表哥 这没提费 就算白瞎了 就你表弟的人 肯定不带给你的 什么玩意呢 是人吗 那是 太不是人了 这是什么玩意呢 老板就留不起呀 老板就 不该钱不给呀 老板就玩到人家感情吗 老板就干没心肺不交吗 我给你几百块钱 我还爱个大手霸道 老板呢 表哥 老板出来 表哥 老板出来 你别上去表哥 那个他还没回来呢 咱们 没回来呢 坐在等他 好好好 哥哥 你别上去啊 哥哥你别上去啊 放心 你们俩的事 抱在表哥身上 哎呀那太好了 哥哥 哎呀妈那么太好了 大姐你看你出手太重了 谁不说 这一巴掌打的 这不就是误会吗 哎呀来给你揉着吧 疼不疼啊 打那么大 我妈都没打过我 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表哥呀 表哥你收我一起了啊 这事还得靠你 没事 没事 天空飘了五个带 全都不是事 试试就一带 哎呀 哎呀 爱情不是你想买 想买就能买 让我看清 让我放开 放手你的爱 嘿 巴扎嘿 这谁摆的 上空呢 上午都来求财来了 气泡 这门哪位锁呢 哎呀 我打小时起走 烫屋了 这是我家呀 哎呀 哎呀 什么局面 哎呀 王老板回来了 我怎么的呀 签你俩钱 你这怎么还拧家 要来了 王老板 我求你 回来了哈 你好 你才好的 这到底是什么局面 过来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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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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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也 别人也是这么打火的 来 怎么 新打手来了 站住 站住 上来 站住 上来 站住 啊 立正 我问你 你说你这么大的老板 你咋不办人事呢 啊 我问你 你怎么玩到人家感情呢 妈呀 是我妹妹 对 她妹妹怎么玩到你感情呢 不是 是她玩弄我妹妹感情呢 到底谁玩到谁呀 她玩弄我妹妹 对 你怎么玩弄人家妹妹感情呢 大姐呀 哪个是你妹妹呀 哎 对呀 是啊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呀 我就那一个妹妹 我说你咋这么没良心呀 我们两个人嘛 是发生点误会 什么误会 啊 你这不玩到人家感情呢 把妹妹抛弃了 还借了两万块钱 直到今天不给 你这屋手这么利涂 你要跑是不是 我问你这钱 能不能还 能不能还 还 拿钱 大姐你查查她的钱 喂妈太谢谢你了 表哥 是不是两万 是是是 正好正好 另外她妹妹 让你淘气了 她妹妹怎么办 明天上午登记 下午就娶了 这还差不多 不犯罪 不犯罪 大姐呀 就这个人品 你妹妹嫁给的 我能放心吗 不行 分手 对 分手 我妹妹说什么 也不能嫁给你这样的 你什么人呢 这人品也太差了 看你表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你看看你表哥 没情目就巴 不犯大要远 一看就是好人 我呀就是结婚结枣了 我要是没结婚呢 表哥 我走 我我我我懂啥 我懂啊 拿钱快走吧 那行那表哥我先走了 太感谢了 谢谢啊 走 走了 那个表哥 拜拜 拜拜 走了啊 好 你马呀 表哥 那我那个家整个 别着急 你过来来 我让你过来 过来 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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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咱们坐下 坐下 我问你来 这小伙子跟你干块活了 你怎么不领钱呢 大哥呀 我最近手头太紧了 确实没有钱 没钱是不是啊 没钱啊 你 好 我 吴哥呀 吴哥 听着了吧 这小说他没钱呢 怎么办呢 啊 打他呀 哎呀 打得他个疼啊 疼也打呀 好 好好好 我听伍子的了啊 我给 拿钱 钱都在这 这一番不少 兄弟你查的钱 够不够 查的 表哥 谢谢 你看你咋要跪下呢 兄弟 太感谢你了 表哥你要是不来 我那钱一半活都要不来 好兄弟 谢谢你表哥 好兄弟 你是大好人的 好兄弟 我配备你这样的事 赶紧回家给老妈治病 好 好不好 再见 表哥你保证啊 好 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哎好 表哥 你最好 哎好好好 保证上你啊 谢谢你 兄弟 再见啊 有这样过来玩啊 哎 哎好 好人 好人 是好人 好啥呀 不是 大哥呀 我问一下 我看你那小伙伴都走了 你怎么不跟走呢 我不认识他们 我干啥和他们走啊 你不认识他们 对啊 你是不是在你家刚认识的吗 那你是谁呀 我不是表哥吗 我也没有表哥呀 你没有表哥呀 我也没说你非得有啊 不行啊 咋的啊 那你怎么进来的 我敲门进来的啊 那你是小偷 你说谁是小偷呢 哎呀对啊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呢真是小偷 我今天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我就偷了一个这玩意 我还用不上 还给你 我虽然说到你家来 我啥也没偷着 但是我收获了一个 做人的道理 做人呢 要有正义感 有可能论金钱和地位 哥们和你没法比 要是论正义感 哥们抄你四圈了 我呀 我也不怕你了 我也想好了 在你家的屋出现 我马上到郭文局 投案自首 那谁为啥呀 多傻 为啥 我来告诉你为啥 我吧 以前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今天在你家 我当了一把好人 彻彻底底的 过了一把 当好人的瘾 这种感觉 挺说 所以说我要到郭文局 投案自首 起心革面 重新做人